現在最有發言權的是武漢人民和湖北人民 他們隨便說一些數據或者事實出來 都讓官方無法解釋 就像殯儀館所說的 以前的殯儀館都是只是6點到12點上班上午 按習修數12點就不能夠再燒人了 但是現在是日夜上班 殯儀館的人只有兩小時休息 幾乎是24小時上班都不夠 然後請台詞工 原來4000塊說一個台詞工 現在8000塊都找不到人 所以武漢人民就有個總結 說究竟官方數據可不可信 你只要需要看看 那麼10萬個床位夠不夠用 還有17萬前線的醫護人員夠不夠用 還有口罩防護服和其他藥品夠不夠用 還有就是51個湖北的殯儀館忙忙的過來 還有就是其他各省市都在支援殯儀館殯隊 這是為什麼 如果你把這些問題都能找到答案 就知道官方所公布的數據 跟民間的真實數據 仍然相差深遠 還是這句話 這個政府仍然在繼續進行重大隱瞞 說 我今天 我今天 谢谢观看